全联购物中心斥资新台币4.5亿元并购卫权旗下的松青超市一案 公平会今天上午已经批准了 公平会表示虽然结合之后竞争者数目减少 但是市场业者仍然众多竞争激烈 而且业者贩售商品种类品项众多具有高度替代性 业者不易采取联合行为 加上全联和松青结合后 松青公司的员工可以优先任用降低失业率 因此不禁止结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